好,继续看指考的选填题部分。 它的编号就是ABCD这样子排下来。 我们先看A,A这个话是说一个机器, 一个机器猫在竖线上就是一围了,在活动。 它那个行动是速度, 速度是那个每秒有四单位。 然后你走了六秒之后呢, 它就要休息两秒。 所以这个一个周期就是8秒,就是这边讲的那个8秒。 然后他在问说你什么时候会到达那个116的单位。 116,那116的话当然就是看就走几个周期嘛。 所以因为他走24个,就一个周期走6秒,6424。 所以我们就把116分解成等于24乘以上4再加上20。 在20的话呢,就是这边这20,24的话就等于4乘5。 因为它的速度是那个每秒4单位嘛。 就是这个每秒4单位,所以经过了5秒。 所以我们就知道,它前面已经走了那个4个周期,4个周期。 然后每个周期呢,是8秒,所以这个答案就是37秒。 所以那个A呢,也是应该可能是最简单,也是最简单啦。 还好这个这一次考试还蛮人性的。 其实没有,考试本来就是这样,你第一题一定要是摆最简单的题目。 你不能让,就是说让考生产生挫折。 如果你让考生产生挫折,你这个就是不道德,而且你也是伤害。 毕竟考试,考试的目的是要筛选人才,培养人才。 A非常简单。那我们先看B,当然我这背景放着当,这是我脸书的粉丝页啦。 我是要专门就是订阵知识,传递错误知识,我都要把它订阵。 所以我现在讲解考题也是在传递知识。 我是很反对上补习班啦。 我是觉得当老师的,本来就是,当老师就是你,就是喜欢知识,享受知识。 所以你要把你享受知识的过程中传递出去。 所以我们看下B,就是有两条线。 第一条线这L1,L1就是,这种线的话就是,这个意思就是干嘛? L1满足这个方程式,所以知道嘛,就是xyz都用0带进去就满足啦。 反正这种方程式的表达方法就是经过圆点啦。 然后这个2-3-5当然就是它的什么向量,就是从圆点乘上任何一个时数。 然后2-3-5就是这意思,这是L1线。 那L2线的表达方法呢,就是从1点出发,然后那个它有个方向就是023,所以就乘上T023。 这是L2。那接下来呢,还有一个那个角色就是1,平面1。1的话呢,就是我们用把这个平面,用这个来那个表达出来。 上面有经过那个有2-3-5这个向量,向量,我们就是把这个L1、L2有没有,这两点表达出来。 那这个L2的话就是,那我们这边就表达成023了,那我们把它位移一下,那这个粗的这条线是这个平面的法向链,这个法向链呢,当然是一定是跟平面的这个向量干嘛,垂直。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题目又要求L2与1不相交,所以那个什么东西。 你任何一个平面,经过一条直线有没有,它们之间只有两种关系。什么关系?相交或不相交,也就是干嘛?不平行或平行。如果平行的话就不会相交,那既然要平行,不相交的话,那就是干嘛?要平行。 就是这个跟那个平面是平行。平行,所以它一定干嘛?跟垂直,跟这个法向量是垂直。就是说,这个呢是垂直,这边呢也是垂直。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SYE平面,就是要跟着两个向量垂直。就是跟这个2-35还有023都垂直。意思就是说,这两个向量都会在这个平面上。 然后这个解读方法有很多,有行列式。如果行列式的话,那个我以后会再来找机会再来讲。如果是行列式的话,就是这个样子,是行列式。 然后这边是S啊,这边是Y啊,这边是那个Z啊。然后这个是两个向量啊。第一个是2-35啊。 然后2-3,2-3,然后-5。然后另外一个第三个那个向量的话,就是那个0,2-3。 然后这个呢,这个行列式展开来要等于0。意思就是干嘛?决定一个平面。这个平面呢,就是在这两个向量上。 在两个向量展开的平面上。然后它的意义呢,也等于就是这个平面呢,要跟这两个向量形成的外积。行成的外积就是垂直。 那它的外积呢,就是那个,我这边写的话,先把这个,就是这外积有没有,外积就是那个负,有没有,来看一下。就是这个负3负5,就是负3负5。 那外积这边就是负负的正。然后这边是3,2跟3,就是那个乘上3乘上2。所以这就是外积,外积的三个坐标。 这是第一个坐标,第二个坐标,第二个坐标就当然就是那个,然后2乘上3,然后那是负的。 那第三个坐标的话,就是2乘上2,就是2乘上2。所以这展开来的话,就是1-64。所谓1-64,所以我们就知道它那个,对那个,这个方程式就是,就是1-64,就是x-6y加4z等于0。 就是,所以这个呢,就是,这边是6,所以这边答案就是6,这边答案就是4。 所以这一题呢,也算中度难以适中,就是反正就把这个方程式写上去了,右边当然这边就等于0了。 所以这是b,那我们看一下c,c的话呢,就是稍微比g要有挑战性。 就是从123456789,这9个数字中呢,找出三个数字,三个数字相乘。 比如说,乘开来,比如说1乘,这样就很容易就是什么东西。 比如说1乘4,然后再乘9嘛。 就是等于36,就会等于6的平方。 那这种数字到底有几个,总共有几个。答案就是,总共有6个。 那这种的组合呢,就是那个9取3,9取3就是9乘8乘7,然后除以6。 好,所以答案就是那个6除以那个84。 84,当然你要化成最减分数的话,所以答案就是14分之1。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14分之1。 好,那我今天是当然要讲解了,然后这过程,这过程就是这样。 就是取出三数乘机abc,它是一个平方。 因为你是三个数字的相乘,所以呢,这个m一定是一个合乘数。 所以既然m是合乘数,我们可以假设就是它一定就整数相乘, 比如说m等于pqr。 然后这个pqr的平方就pp乘上qq乘上rr。 然后这个呢,就是还好,9个数字你就穷举,把它全部就是那个找出来。 好,那第一个找出来的就是abc,有没有。 你就是做组合啦,就是组合,有没有。 譬如说那个,我这个p是等于2,然后就是223,就是223,有没有。 来,就是这边就是223。 所以你可能的组合,我从最大的数字开始,可能就是乘开来就是最大, 当然最大就是12乘12了。 所以你就是把它一个一个就是,当然这一集坦白说有点会蛮耗,有点耗时间。 你要把它,那像我,我也刚开始我也没找到6个。 后来也是花一点时间,才把它6个就找出来。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,譬如说368,289。 然后第二种可能的话呢,就是一样就是你排列组合,然后你把它全部想出来。 就是说这三个数字内就是248,248,28乘开来就是64。 那第三种可能,第四种可能就是1乘4乘9,4936,就66。 所以这也是就是那个。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一样排列组合把它找出来。 就是说那个pqpq,有没有。 我这边就是p等于2,q等于3。 236,那就是有没有。 就是2的平方乘上3的平方,有没有。 然后我们就2乘3,另外2乘3就改成这个。 所以这个就是66,就是那个36。 然后当然最简单的,一般来讲,其实最早,最马上找到的是128。 这个128就刚好等于4的平方了。 所以这总共有6个。 然后那个9取3呢,总共有84。 所以这答案就6除以84,等于1除以14。 所以这abc。 那我接下来就第一页,我用另外一个影片来讲解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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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